我是稳健的投资级女性 胜女市场中的黑马 赴美国留学和工作七年 月历大幅增长 热爱历史和文化 内外兼修无上限 职场到人生 我善用80%的理性思维 和20%的感性认识 这是规避风险的最佳组合 但爱情不是投资 没有可以完美衡量的指标 量化的标准都不再重要 国籍爱好职业都可以包拢 外形能力素养全部仅同参考 感性第一次占据上风 支配我的选择 追求一种心灵契合的感觉 坚持一段苦苦探求的旅程 寻找我灵魂的半身 我还在路上 等待那个值得我付出一生的人 我是王盈 我来了 我来了 你在哪儿 她长得像是韩国的长蓝 她说你长得像韩国的土豪 我其实挺可爱的 你那个手的这个样子 就是老娘要跟你拼了的那个价格 我找太有的东西 小叔子的东西也要有 你对小叔子够好了 想不想吃点花生米之类的 这怎么来了 今天晚上 我来讲《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即将播出 敬请关注 《非诚勿扰》即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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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在我微博上吐槽 说最近几期节目开场 特别没意思 那主持人每次开动都说 到年底了 13年要过完了 我们要展望2014年了 又过了一期 说元旦过完了 春节马上来了 我们又展望新的一年了 过两期 现在正好一再过春节了 春节应该怎么过了 天天都说这个 有进没进 要换点别的了 今天说点别的 这个过年啊 如果过完了 没有看到熟人了 好几期节目没看到财神 对 我很内疚 实在对不起大家 跟大家报告一下 对 去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为了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 不是爱情 不是爱情 你们俩 他们俩排练过的 真的吗 太真的不认识了 为了一场奋不顾身的 这个技术革命嘛 因为我自己可能会做 就在那个后面在做戏的时候 可能会调整一些制片方式 等于去美国去考察了一家特效 和他们的制片方式 反正还是感触良多的 结果就去了什么也没学着的 然后在每一个地方 在洛杉矶都会被认出来 然后你有没有总结一下你的人生呢 是啊 你看我前面 写那么久的剧本 一般也不会被人认出来 然后做个半年节目 然后那个我去饭馆吃饭 人还送我凉菜什么的 我觉得是 对了 所以我觉得 对了 现在是觉得 加入这个《非诚》还是挺占便宜的 非常感谢 感谢 写了天天爬的写剧本 写这么多年 拍戏拍这么多年 上哪儿没人认识 《非诚勿扰》混了半年 走哪儿 对啊 你们家导欢迎 尤其在路认记 在每一个地方 就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会被认出来 而且认出来都特别热情 上了又就 而且你要说明白 就是人认出来是这样认的 他说财神财神 然后《非诚勿扰》 哎 天啊 没有人说财神财神 农王标局 没有 没有 回忆这一生啊 感到万分沮丧 并且开始怀疑人生了 跟观众朋友说两句 接近话嘛 对吧 是 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那个什么马道成功 然后就每期都看《非诚勿扰》吧 就是万事顺利 好 欢迎你归队啊 今天好好表现 把你前面几期没来的话 都一次补齐 好不好 就是从现在开始 算我的第二季吧 好 有请今晚24位 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就有新人上我们节目了 来 有请15号做个自我介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15号新的女嘉宾 我叫王静怡 来自宝岛台湾的台北 今年32岁 那 因为刚刚在刚来的时候 编导有跟我们说 我要非常真实地呈现自己 那为了要来这边 找到很好的归宿 所以第一个要先告诉大家 我来自单亲家庭 那我刚来上海 八个月 目前在做整形医院的运营 我希望 告诉大家 我刚结束一个12年 本来要结婚的感情 然后我现在单身一年 一直很害怕再找男朋友 因为我给人家的感觉很强势 然后男生都觉得我很难追 或是我有男朋友 所以 其实我很害怕面对这么多人 但是我给自己一个礼物 希望透过这么大的一个节目 能够让所有喜欢我的男生 赶快来追我 一段12年的感情 对 谈了12年 12年 还没结婚 对 那就懒得结了 那结不结就无所谓了 就是谈了12年还没结婚 十九岁就认识了 然后觉得 其实在一起太久了 像老夫老妻了 然后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 想要寻找 想要开发 突然想通了 然后孟爷爷 不好意思 我弄了一个顺口溜 就是我的折偶条件 大家想要听听看吗 好 好 我结束了12年的感情 所以我新的折偶条件是 我希望他的思想很国际 长相很洋气 最好是没有劈腿的潜力 然后偶尔可以带我打打牙气 如果你是属于这样的男生 欢迎你来《非诚勿扰》 跟我来个奇遇记 你刚才那一套很好记 欢迎你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 第一轮亮相获得不少于22日 能牵涉女嘉宾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爱情海旅游的机会 同时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在新浪上的 官方微博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交流 好 所有的女生做好准备开始 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李贝烈 我今年26岁 来自河北狼房 孟老师好 黄老师好 财神老师好 李贝烈 欢迎你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女生对李贝烈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12 问一下你胸前那个T恤的图案 是个马吗 对对对 是个马 是个马 有什么意义吗 是马上有对象 还是马上什么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马上有对象 马上牵手 对 哎呀 对 什么就对啊 我让你说话上就对了 是 是 就第一个感觉就是男嘉宾 真的可爱 但是有一点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就是整个脸就好像 有太阳一样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脸上像有太阳一样 还是说他很阳光灿烂 阳光灿烂 对 谢谢 阳光灿烂 谢谢 好 夸你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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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中国石油 我的我什么 我 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飞烈 我来自河北狼房 现在是一名中国石油监理 在2008年的时候 我选择了当兵 有人说当兵吃苦两年 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更提升了我整体的素质和修养 而且还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退伍之后 父母为我选择是留学的道路 但是我自己却选择了游学 怎么个游范呢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把洛杉矶周围附近的地区 全转了一个边 至于纽约嘛 太远了 我就没想去 如果台上的24位美宾们 有兴趣跟我结盟而行 咱们可以来上廊房遇上纽约 别看我特别爷们儿 但是我也有一项特别温柔的技能 那就是弹钢琴 又这是一件古董嘛 基本14年都没有摸过 我从两岁半 一直弹到了13岁的钢琴 今天呢 是我14年来的第一次首秀 小的时候我就特别恨这个钢琴 我就特别想给他砸了 因为我的童年是没有色彩的 并不是说单一的 就让他弹个钢琴他就聪明了 或者学个家族舞他就帅气了 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的话 他喜欢什么我就会去培养他什么 我不会说单一的 让他把这些东西强加于给他 谢谢大家的观想 这个片子里边有很多的信息 我想聪明的女孩 能慢慢地能捕捉到一些 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游学 游学就是我不太爱学习 就是爱玩嘛 然后 你就直接说我拿着爹妈给的钱 到处去玩不就玩了吗 还游学呢 是不是把洛杉矶周围都玩遍了 对对对对 对 就是学英语的话 就是学英语的话 我也是从玩的当中把这英语学会的 我也不是说正经的 从这个课堂上学的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 有钱 有钱 不好好念书 玩啊 看看以后我什么要问的 赵亚宾 其实我平时也很喜欢旅行 然后我的下一个目的地 其实也是 可能也是美国 然后美国的纽约 嗯 知道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什么就没问题了 如果有缘的话 如果今天呢 天有成功的话就 人家还没说要跟你一块去呢 对啊 我没问题啊 黄岩 我觉得你的长相特别含范儿 那种小眼睛 然后特可爱 我好想跟你说 哦 爸 算了 哎哟 没有啦 那个 你刚刚说你在洛杉矶是吧 我爸爸也是在那边 然后我下一张也是想去纽约 那你愿意带我去 我却愿意带14号去呢 豆袋 豆袋 那不行了 可以 可以 可惜呢 那这个哥们看得出来吧 也没什么信仰 谁跟他表示一下 他都答应你 你这样会闯祸的你知道吗 怕祸 黄老师能帮帮他吗 我 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既然是去游学 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啊 怎么就在洛杉矶待着 因为比较懒 就是懒得处去远地儿 最远的就是 应该是属于拉斯维加斯吧 最远的地儿 你还能在那儿待得住 我觉得还挺佩服你的那个 有拉斯维加斯吗 徐瑞源 我想问一下 刚才有一个姑娘说她有韩范儿 你觉得有吗 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韩国 你再说一遍 她这中文一点长进也没有 她觉得她是韩国人 我说她长得像原始的那种韩国人 谁是不原始的 对对对吗 我觉得她长得像是 韩国的蟑螂嘛 很富有的地方嘛 韩国的蟑螂 富有 她说长得像韩国的那个有钱人啊 一个 一个地方很富的地方嘛 一个很富的地方 富有的地方 很富的地方的 哦 江南 富二代是吧 江南 不是蟑螂 那个地方的 旧人的长得像的很像 你的意思是 她长得 她说你长得像 长得像韩国的土豪 对啊 感谢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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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 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已经非常动心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她提出来的要求 我都百分之百的去满足 她的包和她的鞋子 包括这一些收拾品 就可以堆满一个房间 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之后 就结婚了 我们两个人的意思就是说 想要一个 刻骨铭心的一个记忆 头之后是用的那个 老斯莱斯欢迎 然后后面用的全都是家长汉马 有两两是全家长汉马 但是婚后我发现她的脾气越来越大 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我最不能忍受她的一点就是 她在朋友面前特别不顾我留面子 比如说点个菜吧 她说点这个 我说点那个 因为有朋友可能愿意吃那个 她说不行就得点这个 说着说着她就很不高兴 上去给我一个耳光 当时我们要面临生小孩这个问题 我们就去了美国做试管婴儿 因为天天输液 就给我妈产生了口角 根本不把我妈放在眼里 我妈都已经气哭了 就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儿子来说的话 我家的中间非常为难 跟我妈气哭的那一刻 我就感觉真的 这个我的生活已经到此就结束了 我不可能以后要面对一个这样的女人 这样的妻子来跟我的世界和我的朋友 我的父母过这样的生活天天吵架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女人 将近拖了得有半年多的时间吧 在谈那个离婚的一些条件费用啊 最后我们俩协商好的就协议离婚 我感觉特别对不起我的父母 因为跟他好这 跟我前妻好这几年 每一年都要花我父母很多的钱 爸爸妈妈谢谢你们 我也爱你们 我理想能心动女生呢 就是要高端大气上档次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外面 一定要记住给我留面子 回家怎么着都可以 我得稍微采访一下 你觉得在外面怎么才算给你留面子吧 不能扇她耳光吗 不是 你是干了什么才要扇你耳光啊 比如点个菜什么的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我朋友想吃这个菜 然后他想吃那个菜 都点了不就完了吗 你们又不缺钱 是 但是我就想说的是那个 让他就是让我朋友先选嘛 然后他就想先选 就什么都得以他为中心这样 那他扇你耳光之前 你是不是已经言语上特别激烈 比如在威胁他 你要是再敢怎么样 你小心我怎么样 有没有过 你有没有情绪到一个激烈 你的那个意思就是说 他是 被人扇是有道理的 你想得出这个节目是吧 我想得出就是 我想知道在那临界点之前 他是怎么表现的 我最极端我就说那个 我就说别闹了 咱们回家再说 然后他就赶紧过 然后他就不行 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 就是特别暴的脾气 就受不了他 你知道吗 就是他必须得发泄出来 发泄出来就OK了 黄老师这样问的是 就是你能不能反省一下 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发生的 没有 他如果要是真的是 像你说的那样啊 说你就说哎 咱回家吧 然后他这样做 那这种东西在婚前 一定就已经暴露了 这个婚前暴露 他只是暴露一点点而已 然后我刚开始就是 就是我跟他领证的时候吧 就是领证过了多长时间之后 我就已经受不了了 完全就已经要崩溃了 然后他的家里 还有我的家里就来劝我 就说因为女孩都会有毛病嘛 然后让我就是说去包容他呀 去等不着 什么样女孩都有毛病啊 人家别的女孩都没有毛病 哎 你说他有毛病 我想起来 我对点菜的事儿一点兴趣没有 你们要孩子 为什么要到美国试管婴儿 你有毛病吗 要到这边吗 真没有 孟爷爷 真没有了 真没有 哎 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 他是老大嘛 然后他们家没有男孩 然后我们家就我一个男人嘛 就是做我一个男孩 那个做试管婴儿能保证男孩吗 对 他会保证你 到底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 他会从这个 保证几胎 龙凤胎 双胞胎 对 对 全都能保证 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意思 好 明白了 他没有毛病啊 没有毛病 黄言 你刚刚在VCR里说 那你女朋友 你老婆 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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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前妻 特别爱买 我特好奇你每个月 给他花多少钱买呀 这个不 就是说 比如我没有说到 每个天都给他买 就只不过就是这个月有什么节 比如说38呀 61呀 什么情人节呀 38也算了 对 妇女了嘛 对吧 结了婚就是 是吧 她连清明节都送礼物 徐南 我想问一下 在您的婚姻中 您对您的前妻 除了在经济上的这些好以外 还有对他什么好事 让他最感动的呢 对他的家人好 对他的身边的朋友好 包括对他的父母 然后他所有的一切 我都会用我的整个心去对待他 就我不是不喝 我跟你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这我也不是一个 就是特别愿意离婚的人 但是到了那种境界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聊过 说一个男的对女的怎么样 才算好啊 我来想来想去 因为第一没有统一标准 但有一个标准是 把你最贵的东西给他 当你很有钱的时候 用钱解决问题不是好 你把时间给他才是好 当你有时间的时候 可能不够好 那么你要多花点时间赚了钱 把钱给他才算好 就是把自己最缺的 最缺的东西给对方 听起来好像男嘉宾 是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他 对 对 对 时间 今天 包括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给的 哎 你有一句话说 对你爸妈说的 你说跟他好的这几年 花了你们好多钱 对 对 对 因为我 你有统计过大概花了多少吗 这 这 不好说 对 最尴尬 不 随便你啊 你自己掌握说不说 这应该我俩好了三年 反正三百多万吧 哦 都是你爹妈的钱 这我也没有 嘿 这个 你一直都是花你爹妈的钱 那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 就是你这样的 不是 也不是 我这个 那我问一下吧 那么豪华的婚礼 亚洲最长的什么什么车 你要再娶一个媳妇的时候 还会一样的 比那个规格会 你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我 要比那个还 因为我感觉我 假如说要选择第二次人生的话 我肯定会面临的就是 这以后一辈子都要好好幸福的 肯定要比第一次还要好 又要花你爹满那么多钱 这我不能让我的这个下一个女朋友 或者下一个这个就是我未来的老婆 我觉得还不如第一个 可是这个你的这种就是心意吧 我能够理解 不过我觉得那个有多长 跟那个婚姻有多长和有多幸福 也没什么关系吧 爹妈都无所谓 你管那么多了 对啊 他爹都舍得造钱 你还是开户那个 好好的 不要有事去 可能特别追求轰轰烈烈的 就比较难以承受平平淡淡的 我也有时候想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对 好 我是特别羡慕那种说能够就是 能够就每天吃爸妈的 然后自己特别不内疚的你知道 不是猜了 我们这真的真的做不到的 因为你都不想自己挣钱 对啊 就花爹妈的 挺好的 对啊 我现在我也想自己干点什么事 就是来 你26了以前没想过自己要干点什么 上班 我以前是上班 现在也不上班了 你上班也拿工资是吧 对 拿工资比较少因为 就是要养女人实在花不起那么多钱 还得花爹妈的 对 因为你想一个男人 你靠工资你挣那么多 挣那么点钱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男人 花自己的工资多体面 和花爹妈的钱比起来哪个更体面 哪怕可能爹妈的体面啊 哪有多舒服啊 就我 我跟我前提就是 我一上班我就把工资马就全给他了 我一分钱都不要 你本来也没几点那钱 你那钱的工资还不够他买半一支鞋呢 是不是 就差不多 差不多是吧 猪万灵 我想知道你一定不会找什么样的女生 我一定要找给我留面子的女生 爱我 懂我 并且爱我家里的女生 经过了一段婚姻 这哥们说来说去 他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 就是不给他留面子 因为那个人不给他留面子 所以他下一段婚姻 一定要找个留面子的 你通过一次婚姻 就总结出来这么一条的话 你要总结出个十条八条 人生的道理的话 你得结十四八四分的 十岁 他上次他朋友 他老婆抽他 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 当众不能抽我的啊 然后又找那个 那个人不抽的 比那个有劈腿 他说第二次结婚 第三次不能再找劈腿的了 然后第四次 你一次只总结一条是吧 这个 那你爸那个花的钱成本太高了 在我心里 300多万就换来这一条 都在我心里呢 在我心里 那说一条出来听听吧 最主要的还是说 看他这个整体的一个素质和修养吧 然后就是 真的是要居家过日子的女人 不要那么就是作呀 那么闹的女人 要接地气的女人 好 看下一条 大宝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男人 非常有担当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在这段失败的婚姻中 吸取教训 懂得如何疼女人 爱女人跟宠女人 我曾经和大宝讲过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气场 就能吸引到什么样的姑娘 修炼自己很重要 这个花是永生花 希望她能带到现场 送给她心意的女生 也希望这盒永生花 可以见证你们 永不凋谢的爱情 我也给她的女嘉宾 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到时候我要送到现场去 女嘉宾们还在等什么 快到她的碗里来 这大嫂看上去 有点学过表演的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给5号 首先我是不介意男生有婚史的 但对于你上一段婚姻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 就是我曾经有朋友 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 我真的送她一个字就是该 因为你对一个人有求必应 你对她的爱 那不能称之为爱情了 那是一种溺爱 更像是一个孩子 对父母的索求 而且造成了索求无度 所以真的是你惯的 所以你导致了她这种性格 就是你没有底线 男嘉宾 你能改了这一点吗 我肯定改 我肯定改 因为我下次的话 我就会花我自己的钱了 自己的钱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的 有请5号 20号 我们现在来看李沛烈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徐南 看大屏幕 十项资料你选一项了解 龟房真容啊 三条片子 这里就是我的房间 我刚搬过来这边不久 所以确实都还不太齐全 这个家呢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这是我的衣柜 我特别喜欢有毛毛的衣服 然后我感觉有毛毛的衣服 特别可爱 这里就是我的房间 我现在一个人住 我的房间布置得比较简单 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这边的角落是我平时最喜欢待的地方 我喜欢靠在这里看看书 喝喝茶 享受下午的阳光 我个人呢 比较注重护理皮肤 我会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 有时候都忙到半夜了 不过我觉得值 哈喽 大家好 这是我的家了 我也觉得它空空晃晃的 没有什么人气 因为我平时忙于工作 所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 把这里变得真正的温暖起来 成为一个真正的家 顺便最好能帮我加点时间 燃起费什么的 因为我真的搞不懂这些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说就是不管是 从那个家里给你买 还是你自己花钱买 你买的最贵的奢侈品是什么东西 来 5号 我买了一间店 啊 我买了一个酒吧 我 啊 好 许嫩 谢谢 你指的奢侈品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包啊 项链 耳环什么的 我特别不想回答这种问题 你可以不回答 我不回答 来 我其实一般不会买什么奢侈品 好 好 一般我买的最贵的一个 就是买一项耐尔的一项水 好 好 谢谢 听完三个女生的回答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择13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告诉我们决定 坚持牵手女生吗 两位女生请回 最后一点时间 其实我有过一段婚姻 从上段婚姻我能感觉到的就是 我可能不会用这些金钱去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真的有一颗 特别诚挚热情的心 然后就是你所要求的 或者你想得到的 我都可以给你 我把我给你都可以 然后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谢谢 因为我觉得你从始至终 都在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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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包括问最后一个问题 还要再问什么 我们买的最贵的奢侈品是什么 我觉得我跟你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对不起 来 我有的时候男嘉宾走的时候 我们会给点什么建议什么的 其实我有的时候 我不太爱给什么人建议 因为我不确定我说的那些话 对他们有用 但是今天我想给你一个建议 我确定对你有用 其实刚才徐南为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所有观众都已经看出来了 在这个女孩看来 她根本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 你看出来了吗 是啊 我们再倒带回到你的前妻那个问题上 因为我不了解你的前妻 我也没看到你们生活都那么多细节 生活导致离婚可能有很多种原因 但是我猜恐怕其中有一个因素 这个女孩从骨子里她并不尊重你 为什么 她为什么不尊重你呢 你有那么多钱 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中你的钱 假如是 那不是你有钱小伙子 她造的那些钱都是你爸你妈的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一句话 从今天从这个台下走下去之后 你树立起一件事情的目标 用你自己的钱养你的女人 你这一辈子就好了 再见 谢谢孟爷 刚才孟爷说要花自己的钱养自己的女人 是一件很爷们的事儿 然后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从上一段婚姻当中总结到的经验 我不会到下一个婚姻当中去 如果说我找到了我自己心爱的女人 我一定会跟她长长久久永远好下去的 用我自己挣的钱去养我们 去养我爱的女人 其实这小伙子还是挺单纯的 是啊 就是单纯 也没个坏心眼 人也挺单纯的 但是呢 他确实 他掩饰不住的那种表达就是 没有 他确实可能就是小时候 可能两个哥哥也比较照顾 你看我们从所有的那个片藏的 画面的信息 当兵 穿着巴布瑞当兵去了 那肯定是说明念好 然后在部队混了一下之后 爹妈家里面有钱送到国外去 国外也没念书 玩了几年 玩回来了 找一个当地特别漂亮的 他的兄弟姐妹们的媳妇都漂亮 然后都有钱 裹在一块儿 然后那女的打心眼里 觉得他们家有钱 不是你有钱 然后也拿他也没当事 就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他在应该 在刚才那个过程当中 是有触动的 因为他也说了那么句话 一直在谈钱 但是最后也说了那么一句 我回去以后一直 一定会用自己的钱 开始用自己的钱 所以他刚才给他最减分的 其实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徐南的表现 还是真的挺好的 也希望他尽快找到自己的幸福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